高以祥的跟蓝台的事情,实至今日仍旧是诸多网友关心的大事件。 私人已去但尸骨未寒。 自高以祥魂归故里后,对于能否再见他最后一面一直没有官方答复。 只是说公祭日会在一十五日进行。 但今日高以祥的家人已经决定不开放瞻仰怡荣。 高以祥的父母希望高以祥能走得平静安宁。 据夕一十五日高以祥告别式将在台北第一殡仪馆景刑厅举行。 公祭日前高以祥家人已经为高以祥举办了仅限于亲友参加的追思会。 算作送高以祥的最后议程。 小巴想说。 尊重高以祥父母对于此事的处理方式。 是不是可以瞻仰高以祥怡荣。 完全也理应由高以祥的家人决定。 其他一切外人都应该尊重逝者家人的决定。 虽然小巴也理解高以祥粉丝想去送别他最后议程的想法。 但毕竟是在公共场所。 人数和现场情况都难以把控。 且高以祥的父母年事已高又深受丧子之痛。 此刻如果真的想为高以祥做些什么的话。 就默默地在心里祈祷祝福吧。 小巴找了一下台北市第一殡仪馆的照片。 看上去庄严肃目。 精心听也相对比较宽敞明亮。 希望明日的功绩能顺利进行。 让高以祥走好最后这一程。 高以祥的父母连日来都应该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。 不只是丧子之痛。 还有整个事件的始末。 其中到底有没有人为的失误才造成了无法挽回的遗憾。 到底该找谁质问当日的过错。 这对温暖的老人。 自始至终都没有出面指责过任何一人。 任何一个单位, 无论是追问现场救援的不及时。 还是追问现场游戏环节的不合理。 高以祥的父母从未表达过一丝的不满和谴责。 即便是在全网声讨这将未是失职之时。 这两位老人仍旧保持了沉默低调。 每每出现在公众视线内。 都是将感谢。 辛苦挂在嘴边。 难怪能教育出如高以祥般温暖。 善良的孩子。 因为高以祥有一对善良开明的父母。 虽然痛失爱子。 但高以祥的父母不想消费儿子的热度。 也未曾提出过任何要求。 一切都是以高以祥身后世未大。 这样温暖的家庭让人羡慕又心疼。 至今为止家属唯一的一次发生就是一十二日。 有高以祥生前最后的画面爆出后。 高以祥的母亲还曾通过经纪公司转达请求, 不要再传播以祥当天伤感的文字与画面了。 请求大家给予家人空间。 这就是这对善良父母的发生。 仍旧是泪目伤感的言辞。 明天就是送高以祥最后一程的日子。 小八的心情也很沉重。 原本是人生的芳华却突遭凋零。 任何人都受不住这样的打击。 更何况是白发人送黑发人。 让我们尊重高家父母的决定。 祈愿高家明日能顺利完成公祭。 送以祥宁静高飞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